三寶寺 位於北丹中部的坎卓崇寺 在公元九世紀建成 因為裡面供奉了三尊主佛像 所以又稱為三寶寺 附屬寺院的坎卓崇佛學院 是由寺院住持宋斗寧波尺 在2008年成立 為不丹兒童提供免費教育和寄宿 完成六年基礎教育之後 學生可以繼續九年的佛學課程 現在大概有120個學生在讀書 鮮食和生活雜費都成為寺院的一大開支 2010年一場大火 嚴重破壞了寺院的外部結構 威脅到僧人和學生的安全 於是 明波車在2012年展開了重建寺院的計劃 工程需要用到大量木材 初時要拼用200多個工人去到樹林 用人手砍伐樹木 再運到寺院 路途遙遠 運輸和開採費用極之龐大 工程初期適逢雨季 外牆面臨倒塌的危機 無奈要拆射重建 加重了財費壓力 資金短缺 令重建工程一到終端 到今日 還有幾個菩薩墊和壁畫還未完成 這座千年古薩要恢復原來的面貌 李僧人可以繼續弘揚佛法 仍有賴各方慷慨解落 共中福平 外牆面臨 2 3 4 5 5